國家一直非常關心香港 非常支持香港社會的正向正面發展 在香港社會無論出現什麼問題的時候 無論是金融方面問題 以至到香港社會的重大治安問題的時候 國家都全力支持香港 盡快恢復正常的生產和生活 所以我想下去無論負責香港問題的機構 是什麼機構或者是什麼人事安排都好 我相信一點一定是不會變的 香港也都要知道 我們在整個國家發展進程當中 我們的功能作用和位置 同時在政治方面 香港也都需要知道 在基本法的具體安排下 香港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港人治黨高度自治 具體的內涵和規定是什麼